大家好呀,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辣椒的修剪 辣椒的修剪我把它分为三个大步骤 首先和大家讲一下我们这边是爱门顿属于种植区域3 那其实我们这边种植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种辣椒呢是有一丢丢的小挑战 所以要把挖住时间 我在3月初的时候呢在室内给这些辣椒进行催芽还有育苗 中间呢我们见过一次苗然后呢也把它们移栽到大一点的育苗盆当中 直到5月初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移栽到室外 今年比较特殊哈4、5月的时候呢温度是比较高 所以呢可以提早两个星期把它移栽到地里面去 当时我移栽的辣椒呢大概每个辣椒上面都有4到6片的叶片哈 移栽过后呢我就把它们照料好防风啊 防晒啊防寒流啊这样子 渐渐呢它们就长大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考虑要不要给它们进行栽芯 也就是掐尖的动作 是的第一步要做的是掐尖 给辣椒进行掐尖的动作呢是为了可以让这个植株生产出更多的分支 那就是增加强量了 果实以后成熟的会非常的集中而且呢比较快 但不是所有的辣椒都适合或者说需要来进行掐尖 像这些大型的辣椒 Bell pepper还有这种长一点的这些墨西哥辣椒啊 它就不需要进行掐尖 因为它在生长期间非常自然的成长成一个Y字形 意思说它自己就会分支 所以我们不需要给它们进行分支 而且如果我们分支不得当的话呢 会妨碍这个植株的生长 这个是特别不建议在艾蒙顿这个地方来做 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 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对所有的小型辣椒进行掐尖呢 其实也不然 像今年呢因为提早把植株种植移再到地里面去 而且它们生长良好 我是可以进行掐尖的 因为掐尖它会带来两个问题啊 第一呢 掐尖它一定会产生伤口 如果这个伤口没有处理得当的话呢 这个植株呢就会被感染 甚至会生病甚至死亡 所以我们掐尖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是在一个有阳光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择阴雨天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给它掐尖呢 就是停止了它一个生长 它需要一段时间重新恢复到这个生产期当中 那这个时间呢 是会妨碍以后收成那个时间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 我们够不够时间给这个植株恢复生产期 如果不够的话 情愿不要给它掐尖 那掐尖要早早的给它掐 那今年呢我是早早的给它掐 大概这个植株移栽到地里面 10天左右稳定了 然后呢 它也长出许多的叶片 高度大概在于6到8寸的时候 就给它掐尖 那我有一颗植株呢 特地是在很晚的时候给它掐尖 大家可以看到 当它晚掐尖的时候呢 它就生出很多的叶片 因为它生长点给我们掐掉以后 它就想要赶紧的生出更多的侧植来 所以这个植株呢 后来生长的挺复杂的 所以这个我是不建议的 一定要记得早早给它掐尖哦 大约又过了20天左右呢 我就注意到这些辣椒的植株呢 开始有些小花苞 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它们进行第二步的修剪 就是落腿 落腿呢 就是把这些侧芽 侧枝 还有叶片去除掉 首先我们要找到第一颗的门胶 门胶底下我们再预留3到4片的叶片 然后再往底部的所有的分枝 侧芽 侧枝 和叶片 全部都可以修剪掉 这一步的动作呢 是为了让这个植株啊 底下呢 更加的通风 那就可以减少这个病虫害 让这个养分呢 主要的供给这个主杠啊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果实呢 就会相对比较大 而且呢品质会比较高的 这是第二步的修剪 这个第二步的修剪呢 是一个持续性的修剪 就是我们大概每到三五天 我们都要来看一下这个植株 是不是又长出侧芽 侧芝来 或者是多余的叶片 有的话呢 我们把它修剪走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叶片生长的话 它都比较大片 因为刚开始我们给了很多蛋肥嘛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叶片给收集起来 做凉拌啊 或者是用来滚摊 辣椒叶的钙是非常高的 通常辣椒呢 从我们看到它的花蕾 到它做果 可以收获到我们餐桌上 这个时间大概是两个星期啊 也要看我们世界的品种 它需要25度左右 来进行果实的发育和转色 就是从青到红 原则上来说 辣椒是一边生长 一边收获的植物 而这个周期是达到两到三个月的 那很遗憾艾曼顿9月中呢 就会迎来第一次的双冻期 8月底的时候呢 温度已经白天降到20度以下 晚上也降到10度以下 低于10度以下呢 这个辣椒就很难受粉 哪怕它受粉呢 也会产生落花落果 是我们其实收获不到果实的 所以呢 我们要在8月中的时候 要进行第三次的修剪 这次修剪 除了我们持续在做的落腿以外呢 我们还要做的是栽心 当初我们第一次栽心 让这个植株分出很多的分支出来 如果这个生长环境合一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辣椒果实 甚至可能收获马天心 但是我们要在8月15的时候 进行最后一次的收粉 并且早早的把它掐尖 掐尖的动作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植株 不再生长叶片 也不再分支 把养分集中在 我们已经收粉 或者是已经在挂果的这些果实里面 除了栽心这个动作呢 我们要适当的去修剪枝条 原因是因为在夏天尾端 进入秋季的时候 艾曼顿这边的太阳的轨道就有所改变 我们日照会比较少 因此我们要把多余的叶片给去除掉 以免叶片之间挡住这个阳光 产生更多的病虫害 8月15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 就会有半个月的时间 给这一些果实来发育 让它可以变大变成熟 也变颜色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收获比较成熟的果实 那第三次的修剪呢 会在8月中到8月底 还是要看天气啊 但我们主要是在双冻期前 一个月完成 那等到8月份的时候 我会再来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辣椒的第三次的修剪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